今天來討論一下兩個訴訟案 一個川普 一個拜登 一個共和黨 一個民主黨 一個合情合理 一個是邪惡的象徵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世界被左派侵蝕 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派的不作為 但是透過這兩個目前針對美國總統的訴訟案 可以看到就是 惡人在害怕 但是我們只要站在神這個地方 我們就沒什麼好怕的 今天的經節是 真言28章1到10節 惡人雖無人追趕 也逃跑 藝人卻壯膽像獅子 邦國應有罪過 君王就多更換 應有聰明知識的人 國必長存 窮人欺壓平民 好像暴雨沖沒糧食 唯棄律法的 誇獎惡人 遵守律法 卻與惡人相爭 壞人不明白公義 唯有尋求耶和華的 無不明白 行為純正的窮罰人 勝過行為乖僻的富族人 謹守律法的 是智慧之子 與貪食人作伴的 卻是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贈財物 是給那怜悯窮人者積蓄的 轉而不聽律法的 他的祈禱也可為政 誘惑正職人行惡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裡 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真言是大家每個月 臨修的時候 最常讀的一本書 請大家看新聞的時候 把這段經文放在裡面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直接到下面 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無奈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在這個彎曲悖逆的時代 你想說什麼 但是又怕得罪人 就連一天到晚 叫你活得有勇氣的教會 只敢叫你就是在 奉獻的時候有勇氣 其他的事情 以和為貴嘛 對不對 要在乎的是關係 對不對 耶穌在井邊的時候 也是跟淫婦藥水喝啊 不要批判 但是你很過不去 你看舊約的先知裡面 哪一個先知在那邊建立關係的 約拿跟尼尼威有建立關係嗎 以利亞跟以賽亞 跟以色列的王的關係夠好吧 那些王有道德嗎 但以利跟尼布甲 尼撒的關係也不錯吧 他有聽嗎 你知道拯救人的不是關係 而是真理 所以請一起來支持 我們AI News的事工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 翻轉這個時代 跪向耶穌 建立關係很重要 保羅也這樣說 耶穌也是這樣說 但是關係要建立在真理之上 而不是等到關係夠好之後 再來討論真理 你很難開口 沒關係 請你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AI News可以當 無奈的基督徒的發聲通 就像我的牧師受到宣教一樣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錢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看新聞 但是你可以來支持我們 一起來翻轉這個時代 請幫我們按讚 留言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可以一點一滴的 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大新聞 號外號外 川普的民調實在太高了 所以拜登政府要再度的起訴他 他真的是夠無聊了 我真的第一次報導川普被起訴的時候 還蠻震驚的 但是過去這三個月 他被起訴了三次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真的是有點乏味了 但是這次不同了 這次他們起訴川普 不是因為什麼拿了白宮的紀念品 或是什麼什麼川普捐獻給自己的競選基金會 或是有一個腦筋有問題的一個女的 幻想他幾十年前在這個 Birdolf Goodman的那個 這間衣服店裡面被川普強暴 這一次 聯邦調查局拿了核彈機的武器出來了 就是 他在 January 6 1月6號 國會政變的時候扮演的角色 這個地球史上 所有民主共和國最黑暗的一天 比911的恐怖攻擊還要令人喪膽 比日軍偷襲珍珠港還要慘烈 川普的回應方式就是 非常的有川普風格 他發這個Truth Social OK不是推特 他沒有發推文 他發Truth OK 他說 Wow星期天晚上 我跟我家人在一起 剛從佛州的Turning Point的活動回來 才剛更新了 所有其他共和黨的候選人的民調 以85.7的高票領先 幾乎所有的人都預估我 川普會成為這個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而且我還領先民主黨的Joe Biden 然後這個可怕的新聞 就由我的律師遞給我了 精神錯亂的Jack Smith 這個在拜登司法部的工作的人 寄了一封信 括號 再說一次 這個是星期天的晚上 說我是1月6號大陪審團的主要目標 告訴我 我有4天的時間去大陪審團那裡報到 基本上這個就是會促成逮捕以及起訴 他寫得很長 分了很多個不同的section 我只讀了一小部分而已 寫得很棒 很有川普的風格 我建議大家全部去讀一下這個文章 至少是一個很有趣的文章 然後我們現在就等著 不只是等這次的起訴結果 還有下一個 下下一個 接下來會有一大的 12個訴訟案 一個月來一次 直到川普死了之後 他進了棺材之後 他們再把川普從墳墓裡挖出來 然後再起訴一次 川普的訴訟案已經太誇張了 然後這個是最誇張的 這個是最不合理的訴訟案 比什麼通俄門啊 通污門啊 比什麼之前的什麼 那個色情片的這個演員 那個封口案 還有那個神經病對川普有性幻想的那個女的 說自己被強暴還要誇張 不管你認為川普是個什麼樣的人 還有他在2021年1月6號的時候 他講的內容 你可能認為說川普很糟糕 OK自己挖洞給自己跳 掉進左派的陷阱裡面 很愚蠢很不負責任 或是他很沒有道德 他怎麼沒有真正的在那個1月6號 這個國會的這個裡面 最前線要帶領的群眾做什麼之類的 但是不得不承認就是 川普做的事情 是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是獨特的 為什麼呢 因為2020的選舉是有非常多的問題的 那什麼大量的郵寄選票 是美國史上第一次 疫情封鎖全美國 不讓美國人出去 也不讓美國人投票 也是歷史上第一次 各式各樣的問題 能不能翻轉選舉 不知道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 民主黨的各大城市 刻意的扭曲選舉規則 來迎合民主黨的候選人 例如像說賓州 他們立的選舉模式 是根本不合法的 不合乎他們自己的憲法 連他們自己都違法了 最奇怪的就是投票的數量 真是大到前所未有 拜登贏的票數是 8100多萬票 這是比之前選舉最高得票率 還要高出1000萬 歐巴馬這個歷史上 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 在2012的時候他的得票是 6500萬 所以你是在說 拜登的支持率 是比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的支持率 還要高嗎 很抱歉 我不相信 不同的是什麼 就是郵寄選票 選票收割 Ballet Harvesting 提前投票 這些全部都是前所未有的 上一次美國的選舉 這麼有爭議性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來給大家歷史科普一下 事情發生在1876年 是共和黨的Rutherford Hayes 對上民主黨的Sam Tilton 那個時候選舉也是出現了 一大堆問題 很多票好像沒有被數到 然後有些人是被禁止投票的 那在2020的時候 我們拍到的就是 密西根州的投票箱 三更半夜被灌票 喬治亞的這個計票所 水管爆裂 然後驅逐會場之後 計票員偷偷的繼續計票 從桌子底下裡面 搬出一箱一箱的選票出來 然後沒有監票員觀看 這些都是違法的 在1876年的時候 是有發生就是投票所 拒絕某些族群人投票 而且是有發生暴力 政治暴力的 是有攻擊的 還有拿槍直接在投票所 那個地方守著 警察、政府 全部都投入到 當地的這個選舉舞弊當中 然後當時很多人認為說 Samuel Tilton 贏了他的民調好像也比較高 雖然民調只是代表 就是投票的人數而已 並不代表選舉人 所以沒什麼關係 但是最終Rutherford Hayes 以一票的選舉人之差 顯勝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2021年的1月6號一樣 他們在那個地方 認證選舉人的時候 民主黨挑戰選舉結果 然後他們在國會裡面討論 民主黨跟共和黨 最後討論出來一個妥協 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The Bargain of 1876 他們妥協的就是 好吧 那我們讓共和黨的人 可以當總統 但是 共和黨必須撤出南方 從南方撤出 讓南方自己自理 重新建設 那 這個符合憲法嗎? 憲法上有寫嗎? 當然沒有 但是 是因為當時就處於一個 這兩邊僵持的情況下 而且選舉就是出了很多問題 跟2020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有一個歷史上最可怕的小咳嗽 改變了所有的選舉法跟選舉模式 郵寄選票 全國封鎖 而且過去川普執政四年 這些深層政府還有整個左派一直不斷的攻擊 而且起訴川普 不同的就是 2020的時候 我們的FBI 讓那些人衝進國會 最終讓共和黨整個放棄挑戰選舉結果 最終 川普這個盛大的遊行 1月6號這個盛大遊行 一點用處都沒有 在政治層面上面變成民主黨打壓的藉口 然後有一堆無辜的人被警察引進去 結果被利用 但是 說在美國歷史上 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1月6號的這樣的事情 就是個假話 然後 民主黨掌權了之後 他們就是會不斷的攻擊川普 因為依照他們的議程 川普一開始 2016的時候就不應該贏 美國總統應該是要希拉蕊當總統 史上第一個黑人做完之後 該史上第一個女人做總統 他們使用司法部跟FBI 在2016的時候做票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川普最終還是贏得了選舉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原諒川普 川普是個電視明星 是個左派大紅人 饒舌歌手 就用他的名字來作曲 結果沒想到川普 既然背叛了左派 執政的時候還敢做這麼多 屬於保守派的事情 還敢讓世界和平 還敢讓美國再度強大 所以 這個訴訟案 大概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接下來 我們將會有一堆 針對川普的訴訟案 可能跟現在一樣 每個月都來一次 另一個訴訟案 則是我們現在美國的總統 Joe Biden 吹哨者 開始出來指控拜登家族的罪行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位 來自IRS 國稅局的 Joseph Ziegler 現在美國的國會變得很特別 因為任何針對民主黨吹哨者 出來說什麼 都會被說成是 極端的右派主義 愛搶職 愛耶穌 QAnon支持者 所以這位 Joseph Ziegler 走上台 就搶先說明 他是一個民主黨黨員 而且 是個同性戀 來避免 未來左派對他的攻擊 I am an example to other LGBTQ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questioni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the potential cost themselves and others We should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no matter how painful the process might be I kind of equate this to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I encountered when coming out it was honestly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I ever had to go through I contemplated scenarios that would have been highly regrettable but I did what is right and I'm standing or I'm sitting here in front of you today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的是 就是現在很多 在美國發生的事情 還有政策 連民主黨自己本身都受不了了 他說的話 是不是實話 我們要看他提出來的證詞 還有他等一下提出來的證據 還有等一下另外一位催哨者 出來的證詞跟證據 是否相符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挖掘真相 真理 而不是為了某個黨派 而攻擊其他人 不然這個樣子 我們很容易就變得 跟左派一樣的人 這個人 是個同性戀 是個民主黨 但是他願意出來說明 就算這個樣子 他會毀了他在黨裡面的聲望 他可能一輩子都不可能 在左派控制的FBI裡面工作了 右派共和黨大概也不會雇用他 但是他願意出來說話 我們就是應該要給他拍拍手 以下是他說明 他沒有任何的政治目的 他願意出來指控拜登家族 是因為他真的受不了了 今天我坐在此前面 我坐在你身邊 不像是一位 hero 或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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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工作 和我的工作 外面 外面 我們正在討論 我終於是 我決定 做到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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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這位 Ziegler 說明FBI 阻止他 審問拜登的小孩 或是訪問拜登的小孩 這些小孩都已經是成人了 然後都有拿到錢 而且 聯邦政府的司法部 阻止他做任何針對 Hunter Biden 跟拜登家族的調查 不可以問任何嚴重的問題 不可以問Hunter Biden 在國外的收賄的議題 只能問一些 你爹如此的偉大 你身為他的子孫 是否感覺驕傲 你在你這個偉大的 父親的陰影下 你會感受到壓力嗎 之類的東西 就是那種 北韓李春基的訪問方式 你會問Hunter 拜登的小孩 小孩 你會感受到 他的小孩 的小孩 的小孩 被人得到 小孩 所以 我從來沒有 找到這些人 從小孩 聽到 請問 從小孩 製造成 很少 是我們 在海洋 沒有 沒有 I mean, I was asking to do these certain things and roadblock after roadblock was put up in front of me Ziegler在國會上面說明 整個調查是非常的模糊的 而且被刻意的 mismanaged錯誤管理 是一種完全浪費納稅人的稅金的調查方式 而且聯邦的司法部 以及Delaware的檢察官 刻意逃避找到事實 這個並不是在拜登時期才開始的問題 在川普時期也有 在歐巴馬時期也有 美國的司法部跟FBI 有個很奇怪的規定 就是不可干擾選舉 這是從前FBI的執行長 James Comey 就開始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我們來討論另一位IRS的吹哨者 Gary Shapley 他跟Ziegler一樣 一上台就先說明 他不是在攻擊某個黨 不是為了共和黨來去做這些事情的 I am not your opposition I am here with information for you to examine investigate and determine whether more action is warranted on your part I am on your team whether we agree on every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 or not There is no benefit from me blowing the whistle on this case Absolutely none I have no book deal and the only money that goes into my bank account every two weeks is from my employment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接下來他說 他看到所有IRS司法部 還有這個FBI的調查方向 都是為了要維護拜登家族 所有調查的決定 全部都是為了要討好拜登 還有攻擊拜登的政敵 Investigators were not allowed to follow up on WhatsApp messages from Hunter Biden's Apple iCloud backup where he suggested he was sitting next to his father Assiste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 Leslie Wolf cited the optics of executing a search warrant at President Biden's residence as a deciding factor for not allowing it even though she agreed that probable cause existed prosecutors instructed investigators not to ask about the big guy or dad when conducting interviews the Biden transition team was tipped off about interviews the night before the investigation went over the fact my FBI counterpart confirmed to this committee in a recent testimony where the result was that only one witness spoke to investigators that day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examples of how our investigation was stymied 他在這裡說的很清楚 而且證據也都有擺上來 他說所有的證據全部一致排開 在這個DOJ的執行長 司法部的這個執行長 Mary Garland 的面前 但是他們都刻意的不要調查 證據都在前面 就是刻意不起訴 然後Jim Jordan 共和黨的Jim Jordan 就問他說 調查都有持續 證據都有持續出來 為什麼這些東西沒有持續的進行 以下是他的回答 Mr Weis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vestigators up until this October 7th meeting and then he changed What do you think happened? Mr Shapley? I mean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nternal at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t what I can say is that is that the story has been changing from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U.S. Attorney Weiss and I think the only person that's really had any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corroborated of my own 他說DOJ跟FBI 使用你的稅金 來寫了一套很詳細的 不可以被質問的 充滿疑點的 沒有任何解釋任何議題的報告 然後規定 不可以有任何相關的調查 而且說明 這些規定都是從川普時期就已經開始的 聯邦政府部門 不可以干擾選舉的規定 那這就表示 現在對於川普的訴訟案 是完全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特別是針對什麼機密文件的訴訟案 而且這個還是從歐巴馬時期就開始的錯誤 事實上就是 川普時期的FBI執行長 James Comey 當時就應該起訴希拉蕊 因為希拉蕊 當時很明顯的違反了這個機密文件法 如果他那時候在2016的時候就被起訴 希拉蕊如果就被起訴 上手銬進監獄 那我們就可以說 誰都不可以違反這個 機密文件法 所以起訴川普還有調查川普 就是很合情合理的 他們不調查的理由就是我認為最愚蠢 最不應該存在在選舉法裡面這個 不可干擾選舉 有太多這個樣子的東西存在 投票前幾天不可以打政治廣告 不可以調查跟攻擊候選人 然後不可以在投票所揮什麼什麼棋之類的東西 事實上就是 你不調查就是在干擾選舉 你不去做這些東西你就是在干擾選舉 你不起訴罪犯就是在干擾選舉 當好人不做好事的時候 他們不是什麼都沒做 而是在助長壞事發生 James Comey 在2016的時候 自己以為清高 不起訴希拉蕊 認為說這個是多麼高尚的一件事情 OK左右臉全部都給他打 OK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撒旦 這群人是買賣人口 性侵小孩 洗腦小孩 變性小孩 想要切除小孩生殖器的人 現在在這邊說什麼 民主黨根本就是雙標 難道你一開始不知道嗎 所以說不調查候選人 其實就是在干擾選舉 拜登家族實在是太腐敗 太糟糕了 就連左派想要幫他們 OK所有的媒體都想要維護他們 都做不到 以下是 Dan Goldman 不小心幫全世界確立了 Hunter Biden 就是有跟Joe Biden 討論他在外國的商業交易 這個是Joe Biden一直在迴避的 我們來看一下 說謊說到說不下去的樣子 是長什麼樣子 You testified that he said to that Hunter told his dad according to Rob Walker quote I may be trying to start a company or try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se guys now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that doesn't sound much like Joe Biden was involved in whatever Hunter Biden was doing with the CEFC If Hunter Biden is telling him that he's trying to do business with them does it? No but it does show that he said he told his father he was trying to do business OK Well that is true Hunter Biden does try to do business that's correct So you don't not only have no direct evidence connecting Joe Biden to any of Hunter Biden's business deal you actually had proof that he wasn't involved that is the proof that you had 有沒有很厲害 就是這個樣子也可以繼續掰下去 這段話就證明了 Hunter Biden 是有跟他爸爸的討論 他跟華信人員的合作東西 然後內容可能就是 你想去做什麼就做什麼啊 然後內容可能就是 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啊 然後呢 你有什麼問題要跟我講 我幫你搞定 然後錢就跟變魔術一樣 無緣無故的出現在我戶頭裡 Wink Wink OK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其實一點都不訝異 我相信我們很多觀眾都是做生意的人 有很多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在台灣做生意 我兩邊其實都有某層面上接觸過 每間公司如果什麼東西要做大的話 都會找什麼前立委 前將軍 中國大陸的話就會找什麼書記 什麼什麼公安局之類的 會請他們來在你的公司裡面 做個什麼顧問之類的職位 然後他們就會跟現任的立委 現任的書記去買通什麼東西 這個是人類社會最基礎的運作模式 黑手黨就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猶太人 他們也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很多在美國的公司也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認為說就是 美國的政治也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某層面上的確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就是人類最可以偷懶的方式 聖經叫我們要服從在上掌權的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買通在上掌權的 讓在上掌權的幫我工作 只要我可以跟美國的副總統或參議員 扯上什麼關係吃頓飯 就是表示會有一堆錢匯到我的口袋裡面 然後我要開發什麼東西都馬上亮綠燈 所以中國大陸的商家或是台灣商家 這些商人是很願意砸大錢 為了買通這個樣子的關係的 這樣的裙袋關係是會延續的 最明顯就是這次在國會上面 這兩位催哨者出來 還有民主黨一個接著一個 完全不在乎這兩個證人說什麼 就是無謂的指控 我們來看一下 And yet we are doing this all over again for the Hunter Biden show to someone who has pleaded guilty and has taken responsibility for not filing taxes for two years This is ludicrous Beam me up Scotty There's no intelligent life down here None I yield We heard a lot about the Biden's the Biden's the Biden's the Biden family Biden Associates Biden's Biden's plural the S What does the apostrophe mean But not Joe Biden Didn't hear a lot about Joe Biden Why? Because he didn't do anything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然後各位如果想想看 如果說他們沒有在維護 Joe Biden的話 那他們在幹什麼呢 就是在聲東擊西 擾亂視聽 假設你看這個東西 你不要這麼focus在上面嘛 你為什麼不看那個東西呢 The respec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Trump's spectacular dis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his serial efforts both in office and outside office to get prosecutors to go after and lock up his political rivals and to suspend accountability in specific criminal cases when it comes to his friends Do you know the rate at which black taxpayers are audited as compared to taxpayers who are not black? No I don't know Well the answer is black taxpayers are audited at 2.9 to 4.7 times the rate of non-black taxpayers Another question for you sir Yes or no Will this hearing help alleviate the racial disparity in the rates of the IRS audits? No That's not the topic Thank you and with that 對這位這個Jimmy Reskin 跑來一個關於Joe Biden跟Hunter Biden的聽證會 然後說了什麼一堆弗林將軍跟川普的事情 然後那個黑人女的叫什麼 Brown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說了一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的話 這些人不但虛偽而且不嚴謹 Not serious 我不知道用什麼中文解釋會比較恰當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很明顯民主黨模式運作下的國會 就會跟其他國家的國會運作方式一樣 他們不在乎責任 不在乎事實 不在乎對錯 民主黨裡面全部都是壞人嗎? 不見得 但是他們都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他們的政策跟方向都是靠推特 他們的網路民調 誰說話說得最大聲 誰最吵 誰最不要臉 還有誰最有權力 我們來看一下 一開始這個吹哨者 Ziegler說 拜登家族從2014到2019年 至少拿了17 million 1700萬的外國資金 來自羅馬尼亞 來自中國還有其他國家 要和她應該說 報告尤其他財幣 製造特權 財幣 提供提供不在乎 真正迫 一些財幣 但是聲明 rente財幣 I want to direct you to pages 99 and 100 of your transcript How much money did Hunter Biden and his associates receive from the Romanian company you identified? So that amount would be from Romania So the approximate total transfers from the Romania company would have been 3.1 million to everyone 3.1 million How much did Hunter Biden and his business associates receive from State Energy HK Limited through the Robinson Walker LLC So total transfers from State Energy HK to Rob Walker was 3 million 3 million Was there a $100,000 payment from CEFC Infrastructure to Awasco PC Hunter Biden's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Yes Chairman 短短一分鐘的影片內 我們可以問的就是 Hunter Biden到底做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幫助了那些付了他錢的公司 Hunter Biden沒有任何的能力 他的公司沒有服務到任何人 他也沒有在那些公司上班 他讀的的確是法律跟商務 但是你什麼時候聽過他贏得了什麼訴訟案? 幫誰贏了訴訟案? 這幾年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為了這個社會 不用說這個社會 為了他的客人做了什麼事情? 值得他拿1700萬的 這些都還是我們可以找到的 可以查到紀錄的 5年內賺了1700萬 然後什麼都沒做 這一點非常奇怪 然後IRS想要調查的時候 卻不准被調查 然後根據剛剛這些民主黨 Hunter Biden已經認罪了 已經調查結束了 FBI都已經判罪了 你還要怎麼樣? 那麼我們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的確被不正當的對待 很多觀眾看了我們的節目之後認為說 美國完蛋啦 美國毀了 說真的我也常會這樣認為 但是在美國 美國的法律下 美國的制度下 我們是可以反擊的 我們還可以挖掘事實 在美國制度下面 他們不能直接把川普抓起來 直接關監獄 他們不能直接的沒收我們的槍支 他們不能直接關閉我們的教會 在美國 還有地方 在國會裡面 還可以安全的讓這些吹哨者吹哨 而且這次出來的吹哨者 竟然是民主黨 竟然是同性戀 就連他們都沒辦法 因為自己的政治型態 來繼續為一個不正義的政府來賣命 他們寧願放棄安全 安定安穩的工作 來揭發在上掌權者的惡行 我們其實也可以這個樣子 我們不可以害怕 我們不可能害怕 因為我們有耶穌在我們身邊 我們根本就沒什麼好怕的 真言28篇是一篇我覺得最適合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基督徒讀的一篇 我拿前面的實節出來 惡人雖無人追趕 也逃跑 藝人卻壯膽像獅子 芳國應有罪過 君王就多更換 應有聰明知識的人 國必長存 窮人欺壓平民 好像暴雨沖沒糧食 唯棄律法的 誇獎惡人 遵守律法 卻與惡人相爭 壞人不明白公義 唯有尋求耶和華的 無不明白 行為純正的窮罰人 勝過行為乖僻的富足人 謹守律法的 是智慧之子 與貪食人作伴的 卻是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贈財物 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 轉而不聽律法的 他的祈禱也可為政 誘惑正職人行惡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裡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我們的敵人 最終會自相殘殺 我們的敵人 最終會無地自容 他們最終 會被自己的慾望吞噬 我們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 不可以害怕 跟那個鄉村歌手 Jason Adley 那首歌 Try that in a small town 被攻擊一樣 被攻擊 但是絕對不妥協 我們遵守律法 我們與惡人相爭 我們膽狀像獅子 我可以了解 現在年輕人不爽的地方 我23歲 OK 剛畢業 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在大學裡讀了4年 然後現在拿到了文品 但是我出來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買不起車子 更不用提房子 結婚 生小孩了 我可以了解 年輕人的憤怒 我也可以了解 為什麼這麼多的年輕人 會想要支持社會主義 但是 我們不可以害怕 而且還要把我們的勇氣 傳染給那些年輕人 讓他們也一起鋼匠壯膽起來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County認同